加萨走廊的人道危机似乎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因为日复一日的更加严重 但是今天终于传出一丝好消息 也可以说是盼到了一丝曙光 我们带您看到这是由美国所打造的浮动码头 现在终于是完工了 浮动码头的意思是只要它依靠到港口的时候 就可以让人道物资的船舶在这里进行卸货 这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加萨不管南部或北部 人道危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们透过地图来看这座码头为什么重要 原本在加萨南部有一个陆路的人道援助走廊 前几天被以色列所关闭了 所以现在所有人道援助的物资 只能从以色列中部的一个走廊 也就是一个浮动码头来进入 这个码头是由世界中央厨房所原建的 但一个码头当然远远不够 所以美国又新建了一座新的浮动式码头 但目前还停留在以色列 也就是离加萨走廊很远的地方 要等待天后许可 才可以把码头运到加萨 展开人道援助 大型货柜船萨加莫尔号 停靠在塞浦勒斯拉纳卡港 装载人道援助物资 预计这将是第一批物资 由美国在加萨自行建造的码头运送 临时码头目前已经完工 根据美国国防部总计花费约三亿两千万美元 大约新台币一百零三点六亿元 因为天后因素正在等待最后阶段 移往海面 这座码头是为了加速 向加萨提供更多的人道救援物资 以色列掌控加萨边界两座关键城市 拉法及克瑞沙洛 尽管以色列有关当局声明指出 将重新开放克瑞沙洛 但联合国表示尚未开启 加萨深陷人道危机 不少慈善组织也跟着被困在当地 离开日期成了未知数 手中的工作没有停过 这名医师待在拉法 希望尽可能帮助更多人 相同的心情 还有驻守在拉法街头的慈善厨房 联合国警告 如果边境口岸持续关闭 加萨南部所有食物将在这个周末耗尽 大新闻张力编译